我们就是不要靠自力 靠自力我们 印光大师说了一句实话 印光大师平时说呀 净土法门是二历法门 一个是佛力 还有自力 最后啊 又告诉我们 那个自力啊 不是说我们 靠佛力又靠自力的是谁呢 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 他们有自力 印光大师讲到我们 这些凡夫的时候呢 印光大师还问一句 反问我们一句 我们自己有何力 后面没看 先看到这句 我们就开始思维 我们自己有何力 我同学们 我们有没有力量 印光大师后面 怕我们想错了 我自己有什么力 我也挺有力啊 我有的时候也挺发心啊 我做了多少好事 我念了多少佛 我怎么怎么样 印光大师说 我们仍有业力 哇 一下子就给我们打死了 然后呢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靠佛力 所以末法时期呢 反而是一些老阿公老阿婆 为什么容易成就啊 因为他承认自己无力 哎呀 我也不太实质啊 我也体力也不行了 精力也不行了 听经啊 耳朵都听不清楚了 你要我听经 然后分析什么意思 哎呦 分析不来了 阿弥陀佛吧 这一下就成就了 我们觉得自己还挺有能力的 挺有悟性的 根性挺利的 麻烦了 你就要走很多万路 所以这个法门呢 恶交懈怠及邪见 男性如来微妙法 恶人呢 他可能就不向善 他就没有机会 有机会他也不去研究 交慢的人呢 就执着自立的人 出于交慢 交慢是一种误会 以为自己可以 其实误会了 所以佛的一些经典法门呢 我们去修一修啊 我们就不容易误会了 一看 哎呦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你要真修 真正反省 看看自己做得如法相应 同学们 同学们 我们一起读过 《观无量收佛经》 你说我念佛呀 我也不知道 我有没有念成三昧呀 我念佛念得挺勤恳 好像应该有三昧了吧 你没办法印证啊 你可以看看观经 假如你念佛念的三昧了 得念佛三昧了 十六关你就能观成 你去观观 落日玄谷 观了半天都是观灯 追逐没闪魅 你是愚昧了 不是闪魅了 所以你可以印证 散导大师在观经诗帖书里面 告诉我们 第一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可以通过观 了解自己的业障 轻重 你观这个落日在你面前 假如是灰色的烟雾 你业障重 假如是黄色的烟雾 你业障轻了 假如是白色的烟雾 业障很轻 我观了一篇 什么雾都没有 就是关灯 全是业障了 业障极重 所以观了之后就知道了 自己是什么样的水平 然后再看祖师说的 我们心悦成福 祖师说我是罪恶生死凡夫 我老实了 说得对 靠自己的力量 长末长流转 出不去了 这边给我们打死 下一句就给我们救活了 靠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 一切凡夫都能够平等 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暴徒 所以这个法门它不可思议 和列得启淡 都能够平等 在您的凡夫 访